今天的绘本叫做《风到哪里去了?》 明晃晃的大太阳照了一整天 现在天渐渐晚了 天光从蓝色慢慢变成粉红色 然后又变成了奇特的灰紫色 太阳渐渐西沉掉进四河的晚霞中 小男孩眼巴巴的望着白天在他眼前消失 现在他妈妈来向他说晚安了 为什么白天会不见呢?他问妈妈 这样夜晚才能到这里来呀 妈妈说 你看 他指着窗外 在夜空下梨树烧后 他看到一弯银白色的月亮 晚上就是这样开始的 妈妈将手放在他肩膀上告诉他 有月亮、星星和夜色的晚上能让你入梦 可是白天就这样不见了 太阳到哪里去了呢? 小男孩问 白天并没有不见 他只是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们这里是晚上 别的地方就是白天 太阳会到那个地方升起 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消失的 都是这样吗? 小男孩问 是啊 妈妈说 他只是换了个地方 或者换了个样子 小男孩躺在床上 妈妈在床边坐着 那么风停了以后 又到哪里去了呢? 小男孩问 风停下来时 它其实是吹到别的地方 让那儿的树跳舞去了 那蒲公英的绒毛 被风吹到哪里去了呢? 带着新的花子 飞到别家院子的草地上去了 森林里的树叶变了颜色 落下来了 以后呢? 回到了泥土里 变成长了新叶的新树啊 那么冬天结束以后呢? 小男孩问 冬天结束时 冰雪融化 小鸟归来 春天就来了呀 小男孩终于笑了 这个世界 真的就是这样循环着 没有什么会不见了 它望着外面的天空 太阳已经看不见了 那些可爱的粉红色的晚霞 也消失了 天色已晚 暗紫色的天空中 在梨树梢上 一弯新月 正朗朗地照耀大地 今天结束了 妈妈对她说 现在该睡了 明天早上 你醒来的时候 月亮已经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开始新的夜晚了 而太阳也在这里 为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天 从这一天 月亮 开窗地下 明天 封锏 非常非常烦